哈喽哈喽 你是依依小姐吗 你们是 我们是分什么分节目组的 然后是黎明先生委托 我们过来找你的 你可以跟她好好说想吧 她在下面等了你很久了 她今天一直在那里等你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 有什么误会也可以 你们聊一下可以吗 有什么好聊的 小心小心 你们两个小心 有什么事情 大家一起好好讲清楚一下吧 那聊吧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呀 一年多了 那有一年啊 半年吧 那你们这一次 为什么会分手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分手啊 你是做什么 你知道吗 我没做什么呀 我跟你在一起时刻监视我 这还不算什么啊 监视 就跟我闺妹出去玩 我已经跟她说好了 她还要这样子让我拍视频 你想知道你跟谁出去啊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有必要这样子吗 两个小时不回消息 我真的很担心你 你真的有必要 有必要时刻跟我谈视频吗 我觉得这些都没什么啊 不算是监视吧 我真的受过了 所以随时随地跟我打视频 其实我觉得女生在安全感这方面 做得挺足的 我知道啊 我只是关心她而已啊 你这是关心吗 你这是监视 啊 又是监视 监视监视监视 你说这么多 为什么唯独不说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呀 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还要怎么样啊 道歉算了什么啊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呀 你要是那么在意当初 就不要原谅我 不要和好了 你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吗 呃 其实我们之前分过一次手 而且她很快就跟别人在一起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呀 而且林聪想跟我说凑合算了 我觉得事事也没什么吧 我觉得那不是分手啊 只是我和她之间的吵架 还有冷战什么的 你可别这么说了 那时候我已经什么都已经拉黑我了 就是男生觉得只是小吵架 但是女生觉得是真的分手了是吧 对啊 她搞得跟真的一样 而且我也不知道到后面有没有其他追求者 可能她没有告诉我呢 可能会有啊 我就一直想着怎么跟你和好什么的 我想着分着也就算了 但是看到她 我又忍不住想复合了 你跟那个男生是怎么结束的呢 其实她是我发小 认识很多年了 我也和她说了我和她之间的事情 她也很理解我 是是是 理解你 比我更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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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主人 她又这样了 她抓住了点就不放 一点信任都没有 我是信任你的呀 可是我很怕你和她之间还有一点联系啊 哪怕是一点 我跟她已经彻底结束了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知道啊 可是我每次想到你跟她在一起 那个画面 行 就是那时候我做错了 你原谅不了我接受不了我 干嘛还要给我和好呢 可是爱你啊 我爱你才会原谅你跟你和好啊 我能爱你才会知道你全部啊 那是爱我吗 你是想照顾我而已啊 不是 好吧我们不闹了好不好 我真的累了啊 怎么会累呢 我只是需要安全感啊 就像我平时跟你分享啊 我的生活 我的一切 你只需要跟我一样就好了啊 我们和好好不好 我们和好好不好 如果你们还愿意给对方最后一次机会 就在我数五声内转过声来 五 四 三 二 一 然后再也不提那个男的 我们和好吧 好 做得好 是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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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